龍年佳節道 拍數龍中起 喝數龍中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龍年行大運 我是劉瑋廷律師 那新的一年 家家戶戶可能都在慶團圓 那律師們在過年期間 大部分也都回家然後陪陪家人 那陪大家過新年 但是有沒有說到團圓這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 近幾年來 越來越多人都留在都市裡面過年 以前大家可能要回鄉下 可是現在感覺大家不僅 可能沒有回鄉下 甚至就算在都市裡面過年 也不是自己在家裡吃飯 可能到餐廳裡面 或甚至有很多外送的團圓餐 送到家裡面來 好像都比較方便 那住在鄉下的 反而就變成比較孤單的 可能有一些老人家 就因為小孩子或是晚輩沒有回來 相對就比較冷清一點 那說實在的 台灣這幾年來 我們都說我們其實進到老年社會 但其實不只是老年社會 我們還進到超高齡社會 什麼叫超高齡 就是平均65歲以上的 在我們台灣已經超過20%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高 等於大家的年紀都一直往上抬 那因為醫療的關係 或者是大家養生的關係 所以存活率都很高 所以大家壽命也越來越長 但是年輕的或是要生的 反而越來越少 那經過統計 包括我們的超高齡 特別有四個縣是已經進入了 包括嘉義縣 台北市 南投縣 還有雲林縣 那其中排行第一名的是嘉義縣 為什麼 因為嘉義被認為說 他主要老化的原因是 他其實也有年輕人 但是因為都外移了 都到外面去就業了 到外面去工作 所以留在嘉義的比較多就是老人家 那在這種狀況平均下來 他就變成一個超高齡年紀 就是百分之 這個20%以上都是超過65歲的人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當然我們老人遇到的就是長照 或者是一些需要照顧的身體 精神上面需要照顧的問題 也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在今天這個節目裡面 就要跟大家討論這些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旅遊金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邀請我們兩位大律師 來跟各位分享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黃麗 黃大律師 大家好 我是黃律師 祝大家新年新大運 榮年好運到 謝謝 還有我們魏正芬 魏大律師 謝謝劉律師 大家好 我是魏律師 祝大家好運榮總來 嗯 其實我想說我們兩位律師 也都非常年輕啦 但是因為我們手上處理各種案件 有沒有遇到這種比較超高齡 年紀很大的 可能遇到遺囑啦 或是遺產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各種 身體健康照顧等等 有沒有 有啊 就是說有時候去 那種什麼繼承財產的案件 我們去老人家那個家裡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哇老人家其實 現在的老人家都是 要不然就是看護陪著 嗯 行動不便 嗯 那家徒可能東西就少少的這樣子 嗯 對那以前就會覺得說 哇老人家一個人過年怎麼辦 可能沒有小朋友在身邊了 甚至有些人有小孩 可是在國外 嗯 那他們就一個人在家裡 嗯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老人基金會 他們會在這種 有年味的時候 他們會特別的有提供一些 呃 譬如說他們會帶他們 給他們一個千元的購物金 讓他們可以去買 他們想要的東西 嗯 因為平常大家捐獻 可能捐一些 呃 大家覺得罐頭棉被 可是那些不一定是老人家想要的 嗯 對 所以你就給他一個紅包 讓他自己去買他自己想要的一雙鞋 新鞋或什麼的 嗯 對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有意義的就是 他們會 這些老人基金會 會跟附近的那種餐飲 餐飲課合作 嗯 餐飲課會出年菜 哦那不錯啊 很棒 就是對 可能是找老人一起來 老人家一起來圍爐 或甚至是送年菜到老人家 的家裡面 嗯 對 讓他們跟大學生一起互動啊 然後甚至一邊吃年菜 一邊貼春蓮 還一邊打麻將 嗯 對 那老人家就覺得哇 這個年不一樣 我還跟學生這樣 對 互動 大家也就是比較熱鬧了 對對對 然後我看完就說 我覺得好有意義 嗯 對對 所以有沒有決定也來加入這個行列 他有說可以捐款 哈哈哈哈 捐錢 對對對 那正分這邊嗎 對啊 我有處理一些就是 賭居老人的案件 那有一些撫養義務的案件 那當然 因為這些老人跟他的子女關係 都沒有很好 嗯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 就要自己來 嗯 那我印象很深刻 像這個 嗯 老奶奶 她就 那個時候大概是七十幾歲了 嗯 她就說她每天的三餐呢 她是每天去買一個便當 這個便當要吃兩餐 嗯 然後其他的餐 她就是平常用燕麥這樣子沖一沖 就過日子 嗯 那我就問她 那這些像過年的節慶 你怎麼過呢 嗯 她就笑笑沒有講話 嗯 所以剛剛聽到洪律師講到社區 有很多這樣的活動 其實真的還蠻感人的 對 因為她其實還是可以去參加這些活動 嗯 只是因為像這些老人 他們可能膝蓋都不好 嗯 像她為什麼買一個便當吃兩餐 就是因為她覺得她住在四樓 那她一天只要下樓一次 真的 對 那她 其實老人也比較難叫UberEat 因為她的手機使用也不方便 所以她就變成是 就是這樣子的生活型態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也還是蠻多的 對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 專業的團體可以幫她送餐的 那可能對她來講會比較輕鬆一點 嗯 不過的確啦 如果說我們現在幾乎都會面對 人都會老了 那老了以後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除了你的親情 除了你的這個醫療 那法律面還是其實是有蠻多問題 那當然我們一般可以想像的 如果你有資產 可能有遺產 有遺囑等等的問題 可是包括你年老有的會失智 有的你的這個照顧 你的醫療照顧 那也需要錢以外 也要有人幫你安排 那這些在法律面 有沒有辦法可以協助到你 那這個部分都是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照顧爸爸太累了 他就先打爸爸下藥以後殺死 但他自己有 也自己也服藥了 也要親身 通常是謀威從死 結果他被救了回來 而且他也都坦承他的犯行 他也沒有要隱瞞的意思 那後來這個案件最後雖然有起訴 但是他們認為說這個案件 既然對於刑罰什麼 大家沒有爭執 他們就沒有要移到國民法官去審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常常說 久病床前無孝子 有時候真的遇到困難就是 或許你真的生病了 那你的子女也願意照顧你 可是照顧你 其實是難度很高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這樣認真的說 很多時候子女他也在工作 可是因為他的長輩生病 他必須把他的工作放下來 或甚至他就是必須折衷 邊工作邊照顧這個長輩 不然家裡也沒有收入來源 可是照顧這個長輩的過程當中 因為子女也不是專業的醫療人員 所以可能跟長輩之間互動上面 又有一些衝突 那時間久了 大家更熟悉了 那個衝突又更多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就變成說 可能我是好心的用我的愛 我的親情在照顧你這個長輩 那你這個長輩接受我的照顧 卻有很多的埋怨 那到最後由愛變成恨 所以我們過往有時候會看到 新聞上面就會報導說 哎呀這個誰誰誰殺了他的爸爸 或者是說這個子女自己覺得 自己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 那也沒辦法繼續照顧他的父母 那覺得如果子女先走了 那他父母沒人照顧也很慘 那乾脆先把他的父母給結束生命 然後自己再來結束生命 這種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老人的悲歌 那這種惡訓循環之下 那造成很多這種社會問題 那當然從法律面的角度 究竟例如說我已經是超高領長輩 我90歲了 然後我的子女70歲 還有沒有一定要照顧我的義務 又或者是說其實我們在法律上面 大家知道90歲的老人 如果他還有一些經濟能力 他是不是可以透過 像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安養信託的 透過信託機構 然後讓我按月的付錢 給這些信託機構 來照顧我的老年生活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透過法律面 或者是說透過一些 這個社會的一些機制 來做一些運行 然後來使得這個老人的生活品質 不要這麼的糟糕 那這個也是我們等等 可以好好聊一聊 來黃莉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像這種老人遇到的這種狀況 這種其實就是釋青嘛 就是說除了說我們刑法規定殺人罪 他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死刑無期徒刑 或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釋青的話它是更嚴重 就是你會加重到二分之一 就殺害自己的父母親 對 直系寫情就是 殺害爺爺奶奶也發生了 也算了 對 就是二分之一 那現在因為我們國家 現在這種會被歸類成國民法官的案件 國民法官的案件就是 剛好現在大概上路滿一年 它原則上是兩種類型 一個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比如說強制性交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第二個就是 你有故意犯罪 然後你這個有死亡的結果 比如說你是傷害致死 或者是殺人致死都是 那所以這種釋青案件 就因為國民法官制度 被搬上了檯面 就變成說 你就會發現原來釋青案件這麼多 真的啊 其實蠻多的 就是會覺得說 哇怎麼感覺 沒幾件就有一件是釋青 那我們全國第一件釋青的案件 它的這個判決結果有出來 它的狀況就是這個樣 它就是兒子四十幾歲 可是因為他有思覺失調 所以他都在家 那爸爸其實好像也有一點 精神方面的疾病 所以就兩個人在家 常常互看不順眼 那小孩子唯一能做的工作 就是幫爸爸每天買便當 對 結果有一天就是 他其實那段時間就是 長期的在服藥 那可能是有短暫有停藥 還怎麼樣 他就是狀況變嚴重 那爸爸只不過因為 買便當的事情 可能斥責他幾句 他可能就受不了 他就拿啞鈴 就把爸爸砸死了 哇塞 拿啞鈴 而且他還說 他說在他眼中爸爸就是撒旦 要來跟他尋仇 所以他要把這個撒旦給滅了 他講出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有點思覺失調的狀況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對他就是把他當仇人 對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案件偵查的時候 其實檢察官也覺得說 你可能有刑法十九條 思覺十條你可以減刑的事由 對 但是問題是說 他覺得說 你沒有完全的失去你的辨識能力 對 那後來就把他起訴 那後來這個案件是國民法官 他參與的一個案件 對 那檢察官是說 其實這個案件 他不是突然的爆發 他是長期的累積了 對他說爸爸覺得兒子有手好閒在家 常常的可能去言語刺激他 那兒子也覺得 爸爸很煩 你瞧不起我也很煩這樣子 對 所以檢察官覺得他其實不是 他不是一瞬間的事情 他是長期累積的東西 所以檢察官覺得說 這個還是有一點 殺人的故意在裡面 對 他就求處十二年到十六年 算蠻重的 那這個是兒子受不了爸爸去殺爸爸 那像劉律師剛才說的 有些人是他照顧爸爸照顧到太累了 對 那他就是也有一個國民法官的案件 也是這樣子 他也是照顧爸爸 女生照顧爸爸太累了 他就先把爸爸下藥以後殺死 但他自己有 也自己也服藥了 也要親身 通常是摩尾同死 結果他被救了回來 那我們就會覺得 哇這個狀況跟剛剛那個 應該不太一樣 對 因為這個是我照顧到 我連我自己都想死的狀況 而且他也都坦承他的犯行 他也沒有要隱瞞的意思 那後來這個案件 最後雖然有起訴 但是他們認為說這個案件 既然那個對於刑度啊什麼 大家沒有爭執 他們就沒有要移到國民法官去審理 因為他們覺得說這是人倫悲劇 那你到國民法官 你就必須要把一些背後的故事 都拿出來彈在陽光下 他們覺得這個對家屬來講很傷 那所以家屬的最後的結論就是 那我們就不走國民法官制度了 那最後被判什麼 這個還在還在生理當中 還在生理當中 對 不過這真的聽你講起來才發現說 原來兇手都在我們身邊 誰知道這個緣分是好的緣分還是孽緣 就是生你的養你的 那最後變成殺你的 或是讓你的生命結束了 所以跟身邊周遭的人相處 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也是就彼此尊重 因為我們最常看到這種狀況就是 當我們都覺得他是我們的家人 所以我們的情緒就不用收 也不用尊重 就一直釋放 釋放的結果 對方也覺得你是我的家人 為什麼可以這樣對我 我這麼愛你 結果你卻用這麼狠 或是這麼傷人的話 或這麼傷人的動作 所以當然就是越愛就越痛 然後就反擊 那就造成這個悲劇就產生了 所以過年這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就是家人會相聚的時候 平常可能大家都還有一些距離 可能在各個領域 各個工作領域上面工作 這個大家相處的時間也不長 可是一旦一過年 大家一起回到家 這個長期的相處 就可能有很多的糾紛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提醒大家多多小心 那正分這邊呢 剛剛我們在講到過年期間 其實我就想到其實過年期間 就醫是特別麻煩的 好像像牙醫這一類的 如果你過年期間想要看的話 牙痛起來要人命 反而找不到醫生 那我就想到有一個案例 是發生在109年的2月 那這對家庭呢 他的爸爸媽媽是生了三個孩子 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那二女兒是一出生就腦麻癱瘓 但是呢因為他還是會動 所以呢比如說他洗澡 都是要兩個大人幫忙 那他可能動就會要打到人 會很不舒服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也必須要有人跟他一起睡照顧他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這一個家庭 照顧了這個腦麻的二女兒 50年後的事情 哇他照顧了50年之後 那真的很辛苦 全家的爸爸媽媽跟已經出嫁的大女兒 一個禮拜還會回來照顧兩三天 跟弟弟輪流照顧這個姐姐 但是遇到了疫情期間怎麼辦 因為這個二女兒他長期都有牙齒 不是很好的問題 所以他在疫情期間他想要去看牙醫 他就一直說他牙齒很痛 嗯 那爸爸每天晚上跟他睡 就聽到女兒的這個 身影的聲音 他有一天晚上他就於心不忍 他先拿這個枕頭把女兒給悶死 然後他自己再吃了60顆的安靡藥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媽媽一進來發現 哇怎麼會這樣 趕快報警 然後這個爸爸被送到醫院 當然女兒已經回天乏數了 那爸爸送到醫院之後 也是昏迷了一個禮拜才回來 到了法庭上 這個爸爸就告訴法官說 我真的不忍心他在受苦了 從一出生就躺著 躺了50幾年 那中間想看醫生 也都是全部的人這樣子 五花大綁的送到醫院去 他連唯一一張他的身份身上的照片 都是躺著拍的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長照的悲隔 那幸好這個案件的法官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他還有看到他 爸爸在這個部分 其實他有他起情可敏的部分 最後這個案件 父親是判兩年半 其實不是很重 但是對於這個老爸爸來說 他那個時候已經70幾歲 我覺得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對啊 那另外一個案件是太太照顧先生 也是久病的案件 這個先生他在太太 就是對他下手之前的前一年 有10個月每個月都會 就是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 那其實這個太太呢 她是有孩子 這兩 這一對夫妻 一個是70幾歲 一個是80幾歲 哇 都捏捏很大 對啊 然後先生呢 還一個禮拜要去洗剩三次 大家都知道洗剩一次都要三四個小時 全部都是這個老太太推著他去 那老太太除了照顧他的這個年脈的先生 他還要照顧有狀況的孫子 孫子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身心的狀況 所以有一天這個老太太 她在經歷這一年的折磨 又要陪先生住院 然後又要陪她去看醫生 然後聽說這個先生因為失智的關係 對她態度也非常的差 她有一天晚上就拿著榔頭把先生打死了 天啊 那她打死之後她是自首的 她去警察局說我做了這件事 她也完全坦誠不悔 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了 對 當然她的子女是覺得很心疼啦 就是一直跟法官陳情說 她的媽媽不可能再去進監牢了 70幾歲的老媽媽進去 恐怕是有去無回 那後來這個到二審的時候 法官就是判她喚醒 意思就是說 她如果沒有再犯等等的狀況 她就免去了這個勞日之災 我覺得這樣的長照悲歌 其實真的要從一個照顧者的這個角度 一個人真的是有極限的 遇到剛剛那個狀況 我覺得不管是任何的人 應該都會非常難承受 對我覺得在過年講這麼悲傷的事情 我想讓觀眾有點覺得不是很開心啦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反過來想一想 如果你現在是開心的過年 那你應該要更珍惜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這個過年期間不是太開心的 但是回過頭來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們講說這個都是超高齡化了 超高齡化一定就是老人家遇到一個更老的人家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互相要怎麼去照顧 或許以往的觀念當然就是 子女來照顧家人來照顧 可是慢慢的要不要去考慮交給專業的機構 包括有的是養老村或者是醫院 能夠對你的這個身心靈的照顧會不會更好一點 然後當然也某個程度叫做放過你的子女 放過你的晚輩 放過你的家人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老人家就覺得 我不要送我去什麼養老院 我不要送我去什麼醫院 我就是要我的家人來照顧 我要我的子女親自來照顧 因為那個外面陌生人 我不習慣 我不喜歡 我不要 不想被親近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其實很多 可是你反過來思考一下 就是今天看完節目看看 如果不小心這樣子的照顧結果到最後 因為很愛你最後把你殺了 那這該怎麼辦 倒不如我們好好的規劃 應該怎麼把我們自己的這個 老年生活透過這些腸道機構 透過這些養老村 或者是透過這些醫療機構 這樣我們可以順順利利的 走完我們人生最後一段路 那同樣的晚輩也是 他們可以好好走完自己人生最後一段路 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 皆大歡喜的結果 那大家可以好好省思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因為爸爸在很小的時候就不見了 那哥哥的印象則是 爸爸每次回來都醉醺醺 要打小孩摔酒瓶 所以我們就是由法官做了一個中間台訂 就直接免除撫養義務 那免除撫養義務之後 這個社會局店舖的這些費用 他也不能跟這對兄弟咬了 哦 對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剛跟大家分享一個超高年社會 可能照顧你的就是一個老人家 因為你可能年紀更大 你的晚輩年紀也很大 那反過來思考一下 有沒有可能遇到的一些老人家是你不想照顧的 或者是你以前對你的子女不是太好 等到你老的時候 你希望你這些子女來撫養你的時候 結果你的子女反過來告訴你 因為你以前對我不好 所以我也沒有撫養你的義務 會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們來思考一下 在法律上面究竟哪些人應該要撫養你 或者是在什麼條件下應該要撫養你 或甚至反過來在什麼法律的規定狀況之下 你的子女沒有撫養你的義務 我們好好來省思這件事情 以前我們早期大概都會覺得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所以即便你對你的子女在什麼不好 法律規定也不用法律規定 道德層面都規定 哎呀擺善孝為先 子女就是一定要孝順父母 父母就算再不是 那你看著總不能看著你的父母 這個流漏接頭吧 你總該去照顧一下把他接回家吧 總該讓他溫飽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你的子女也就堅持不願意撫養你 那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好好思考這些事情 來黃莉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民法的撫養義務是規定在1117條 它的要件是說不能維持生活 就是我沒有辦法活下去 而且我沒有謀生能力 這個是撫養的要件 就是撫養你長輩的要件 長輩的話又有通融一點 就是長輩只要不能維持生活就好 他不需要真的去工作 因為已經年紀大了嘛 所以只要他可能口袋沒錢 那他不用去證明說我還有勞動力 但是你就要養他 這個是要件 這重點是他要沒錢 他要沒錢 所以如果長輩留有很多財產 然後卻說我這些都是房子土地 我沒辦法用 我就沒有現金 像劉律師這種就 不是我這種 我說如果假設遇到這一種 法律上面 他自己因為有房產 其實是不需要撫養他的 因為他是有錢 他這種他就沒有撫養的權利 他的子女就沒有撫養他的義務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最近也有辦一兩件這個案子 就是當時他比較尷尬的情況是 這一個人他可能有兩段婚姻 他的第一段婚姻生兩個 第二段婚姻生兩個 結果你第二段婚姻的小孩 可能也是就是平常都有照顧你 結果你過世 就是這個長者過世的那一瞬間 前面的兩個跑回來要遺產了 肯定要的 肯定要的 都是女生的 對他們會跑來要遺產 他們也會覺得說 那也是我爸嘛 結果後面的就想說 他在過世前可能生重病 我支出了醫療費 我支出我請外勞 每天買服務品給他 給他零用錢 這些你都沒付 你前面那一段婚姻的人 你都沒付 結果你現在跑來跟我徵產 那這樣子律師會給什麼建議 你就會說 那就把這些錢要一要 要一些分擔這個撫養費 撫養父親的費用 所以常常會有這種官司 就是有一些兄弟姐妹 就會要求另外一方的兄弟姐妹說 那你要負擔這些這些錢 對或者是我遇到一個更有趣的 就是他是爸爸跟原配生兩個 跟外面的小三生兩個 對那後來小三回來要錢 那原配的小孩 也是要求小三的小孩要付錢 那這個法院會怎麼認定 法院其實回到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標準 這個爸爸或這個媽媽 到底自己有沒有錢 對如果說今天這個爸爸 自己有一棟價值千萬的房子 名下也有存款的話 那就變成他自己有謀生的 他自己有養活自己的能力了 那這樣你的小孩子 你再怎麼幫他付的這些錢 其實都是基於親情 或者是孝道的一個愧贈 所以反而你不能夠說 這些是你要求其他兄弟姐妹 要負擔的地方 對意思就是說 你這些子女就算不付給你父母 他自己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其實他可以 所以你們自己付給你的父母 那就是善意的送給你父母的錢 所以另外一方雖然他沒有付 但他真的也不用付 因為你的父母本身自己就有錢了 對其實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有一些傷障費 可是傷障費也是要從遺產中先扣除 你也不能說都不先扣除 然後你就跟另外一方做這個請求 但是我發現說 其實因為你這樣子的告法 就會變成你會敗訴 對 如果說你爸媽其實有錢 但是你還是要求其他兄弟姐妹 其實你會敗訴 對可是我發現有好幾個人 他們就請了律師 都還是這樣子去提告 對然後到最後當然就敗訴 那就會建議 其實你是要先去做一個分割遺產 然後你把它轉換成 我對父母的一個債權債務關係 先從遺產中中扣除 這樣子你才可以拿回這些 一些你支出的金錢 這個可能很多觀眾聽不太懂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今天節目上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父母是有資產的 那你還是繼續奉養他 那就是你的善心你的孝順 但法律上面不會變成 其他的子女要跟著分擔了 對 但是因為有可能有一些律師 他沒有經驗 不知道法律 他們也不了解 原來法律是長這樣 所以就提告了一個一定會輸的訴訟 對 而且這種提告訴訟的律師 為數還不少 真的 那也可能打過一次才知道 原來法律是這樣 所以當然很多律師不是說 統統懂法律 就是看你有沒有在這個案件 這種家事案件比較專業的 那比較專業就告訴你 不能打這種案子 打了一定輸的 那應該換一個方式來打 那換哪一種方式來打呢 簡單來講就是 你送給父母的錢 其實是借錢給父母 那當然你要去證明你今天是借錢給父母 不是送給父母 那當然這個矩陣要能成功 也是個問題 可是至少總比你打另外那個訴訟 是百分之百穩輸的 來得有機會 大概是這樣 來 那鄭芬 其實剛剛黃律師講到的 我們在法律上用語叫做 扶養義務的預先請求免除或是減輕 意思就是說 這個扶養義務還沒發生之前 我可不可以去請求 我未來就不要付 他現在雖然還有錢 可是我可不可以就是請求 他未來產生的費用 我都不要付 為什麼會有這個的需求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減輕或是 免除扶養義務的這個訴訟 在法院裁定下來之前 已經發生了 比如說安養院的費用等等的 你都還是要付 你要這個裁定下來之後 法院說你不用付了 未來發生的費用 你才可以不用付 所以才會很多人希望說 我希望可以OK 我滿18歲 這個人從小沒有養我 我就要去請求未來 我要預防他有一天沒錢 我要去請求 那其實我們真的很多客戶 來問這樣子的訴訟 其實真的都沒有辦法 但是也很常遇到的事情是 就是收到安養院寄來的通知 尤其是社會局寄來的通知 像我們有一對客戶是一對兄弟 他們是大概將近30歲的時候 收到了就是從6歲以後 就沒有聯絡的爸爸的通知 是OK安養院寄來 兩個人各要負擔50萬 原來是因為他的爸爸被 在路上被安置了 到了安養院之後 社會局一直幫他們 墊付這個安養院的費用 於是社會局這邊就寄來通知 找到你們有這一對兄弟 你們就要來負擔父親的 這個相關的費用 哇那這樣子確實就是 已經父親沒有資歷的狀況了 那我們就幫這對兄弟去提起相關的 免除非常義務的訴訟 當然因為他們也告訴我 從小到大 尤其是弟弟 對爸爸完全沒有印象 因為爸爸在很小的時候就不見了 那哥哥的印象則是 爸爸每次回來都醉醺醺 要打小孩摔酒瓶 動不動就拿東西打 把家裡的門也打破了 連天花板都打破了 對那我們後來在調解的過程當中 媽媽也來了 就講到當年多麼辛苦 把這個兄弟帶大 那幸好是這個爸爸也是非常有良心 他派的代理人來 就告訴大家他同意免除 因為他也知道他對這兩個孩子 沒有盡到照顧的義務 所以我們就是由法官做了一個中間裁定 就直接免除抚養義務 那免除抚養義務之後 這個社會局垫付的這些費用 他也不能跟這對兄弟要了 對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不然30幾歲 兩個人各50萬 這個一輩子又是另一個債務 然後小時候這個父親 又沒有好好的養育他們 是啊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小孩小的時候 你對他不好 你不要期待長大 他一定要養你 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 就是你有恩於子女 那子女就有撫養你的義務 但反過來 如果你從小就對你的子女 沒有好好的照顧教養 那子女同樣的沒有要奉養你的義務 那這就是現在的現行的法律就是這樣 所以不能說你的子女一定會孝順你 但是你至少在你還有能力的時候 也好好善待你的子女 給彼此大家都留一條後路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婦女跟房子這女兒都沒分到 嗯 可是照顧卻有她的份 對 而且依法他媽媽現在身上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有不養育 要出錢 對 然後孩子都到長孫那邊去了 沒錯 所以我們就協助這個女兒 去找到這個長孫去談 這個整個的長照的照顧協議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人老了 那當然有時候思慮就比較沒辦法清楚了 或身體比較不健康了 那在這個狀況下面 當然希望是有人來照顧教養你 那剛才有提到 有可能是你的晚輩 也有可能是專業的這個教養機構 那有的人可能他會請看護 那有的人他可能會進到這個長照中心 那各種都有可能 那在前陣子有一個這個統計 有一個這個中華民國的家庭照顧關懷協會 在2023年的5月9號到5月23號 針對全國367處的這個 鄉鎮市公所的調節委員 進行了一個調查 那這個調查是調查什麼呢 跟親屬長期照顧的議題有關的經驗跟看法 那回收的這個問卷205份裡面有66.8%是現任的 調節委員做的 那他們被問到的問題最多27.3%都是跟被照顧者 就是這個長照的被照顧者或康護的被照顧者 或是子女來照顧這個長輩的被照顧者 有27.3%都是跟他的資產分配有關的議題 來詢問這個調節委員 換言之啊 這個子女啦或者是 其他的這個專業人員啦或是看護啦 在照顧這個老人家的時候 也都會問到跟這個老人家財產有關的事情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可能就成為這個長者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自己先關注或自己先了解 一些跟我們有關的這個財產的相關法律 好那我們來思考看看 可能涉及到遺產分配 可能涉及到我們即將人將老去的時候 那我們老的時候有沒有留下一筆錢 好好照顧我們的老人這個餘生 或是我們的醫療 那這部分該怎麼處理 那其實常常就會發生爭議 那最壞最壞的狀況就是 因為你有錢你精神又不好或身體不好 可能你的晚輩或周遭的反而是笑想你的錢 而想辦法從你身上把錢拿走 那你會因此變成一個防禦力很弱 可是卻又資產很多 然後最後變成人家下手的目標 那可能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長召杯哥就會跑出來了 那當然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來思考看看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案件或是怎麼解決 來黃莉 剛剛我們前一段是分享說 那個撫養義務嘛 講到撫養就是可能沒錢嘛 那另外一種就是 哇如果錢很多 多到有人把爸爸媽媽當成是真產的一個棋子 的話會怎麼樣 就是我現在手上有一個案件 他這案件已經打了三四年了 一開始是因為爸爸是天母的一個地主 有好幾間房子跟土地在天母 加起來遺產總額快要兩億 兩億 那就是那個遺產清單列出來一定是很多的房產 那他其實他也知道自己很有錢 所以他在生前就開始對他的四五個子女做遺產分配 對就是已經蠻好的 但是他都只把房子過戶 但是他都故意把土地留下來 就房子先過戶給子女 但土地還登記在長輩名下 對因為那時候可能沒有規定說土地房屋要一起 是不過我覺得他應該是在省土地增值稅嘛 對不對 土地一過戶有土地增值稅 而且很高啊 對因為他就很 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有房子 但是土地可能一點點或是他比較多這樣子 那他最值錢的是一個在天母的精華店面 現在租給便利商店 這樣每個月租金都是三四十萬 一年就三百多萬 躺著就有收不完的錢 那個店面當然大家都想要 你光是拿到那個店面 你這一生大概就一年三百多萬 一年三百多萬 對啊在想怎麼花錢而已啊 對那可是那個店面就是 爸爸當時把其中的二分之一 先過戶給了其中一個兒子 所以爸爸留下來的是二分之一的房子 還有那個土地 那擁有那個二分之一的 他就提起了這個遺產分割的官司 他是原告 他就說爸爸當時把二分之一給我的意思 就是另外二分之一也要給我 他就這樣講 哪裡看得出來呢 對他就這樣講 我們就說哪有 那個如果要給你就全部給你了 對啊 還扣了二分之一 各說各話 對那他就提這個 他就說 那個其他的我都不要 什麼外縣市桃園啊 什麼基隆啊 甚至更遠的 連在40北他不要 他就是要那一個 他就很大方 其他我都不要我就要這個 我們就說 那我們也要那個啊 我們其他不要也要這個 對對對 然後後來大家就是 就開始提起遺產分割 那法官就是會 好你們談不容 那我不動產就全部前去做建架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說有一個保險箱 爸爸留下一個保險箱 現在放在媽媽住的地方 好大家就說 我們要去看那個保險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搞不好有資錢的 對有沒有什麼資錢的 好法官就說好 那你們自己因為都有律師 那你們就跟律師約一天去 好那那天律師就陪當聖去 這個媽媽現在也住在 爸爸的其中一個房子裡面 對那媽媽也是九十幾歲了 那也是有外勞陪同 那其實聽我的當事人說 以前爸爸在世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人要理媽媽 就把他當一個家庭主婦 爸爸過世以後啊 突然大家開始把媽媽當寶了 對 因為媽媽繼承了爸爸很多財產 他是配偶 而且以後他過世以後 媽媽可能也有一些錢啊 什麼的 就開始有人把戶籍籤去 跟媽媽一起住囉 對人沒有住裡面 對開始孝順 然後就開始呵護 那開始 也是不錯啦 也是不錯 這突然變得很重要 大家子女都想跟媽媽好 那看護的部分 因為爸爸留下的房子有租金 那就讓這個租金的錢 就直接付媽媽的看護費用了 所以子女也都沒出到 但是那一天我們去開保險箱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很比較難堪的畫面 就是媽媽在房間的一側 可能原告就擋在媽媽前面 其他人想要跟媽媽講話 都沒有辦法靠近 就被兒子嗎 原告是兒子嗎 都有各 原告是兒子 然後這個被告這邊有兒子 然後你有女兒這樣子 對 就是那個被告的兒子想要去說 想要跟媽媽好像說一點話 但原告就覺得 你是不是想要灌輸媽媽什麼不好的觀念 哇 那個擋到不行欸 就是不能靠近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 最可憐就是媽媽 這小孩都是他生的 對媽媽就是在 就不管誰去跟他講話 其實媽媽都會跟他講話 畢竟都自己兒子 可是進到官司中 那個送真性太強 就是任何一句話 大家都會很care 然後就算我們全程錄影 那我們就看到他們在那邊 那邊裝槍作勢 那邊說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不過真的的確有錢人 又有錢的煩惱啦 如果你有錢又不健康的時候 那真的會是一個大煩惱 振奮這邊是不是也有遇到類似的 是啊 其實我覺得這一類的那個 家庭照顧糾紛 也有時候不一定是因為金錢而起啦 但是金錢常常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之前協助一個老太太 她有三個子女 來協助這個三個子女 跟媽媽之間的照顧協議 那其實媽媽是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兩個女兒 那她在她大概六十幾歲的時候 她就把財產全部都先過給了長孫 就是這個 也沒給兒子 給兒子的小孩 對 她給了長孫 哇這孫子算死了 對 然後她過給長孫之後呢 就是沒有想到過了幾年 這個兒子竟然走了 那兒子走了之後呢 就是由這 她就跟長孫跟媳婦一起住 可是可能這個媽媽的脾氣不是非常好 所以媳婦顧著顧著顧了 好像十年後面受不了了 有一天媳婦就把這個老媽媽推到女兒的門口 然後就不見了 還好還是推到女兒門口 不是推到陽台去 是是是是 但是沒有同住的媳婦對媽媽沒有撫養義務 孫子對阿嬤也沒有撫養義務 因為還有 還有子女 第一線的就是她的兒子女 對依法來說 就是這兩個女兒對媽媽有撫養義務了 哇完蛋了 四五間房子這女兒都沒分到 可是照顧卻有她的份 對 而且依法她媽媽現在身上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有撫養義務 要出錢了 對 然後財產都到長孫那邊去 沒錯 所以我們就協助這個女兒 去找到這個長孫去談 這個整個的長照的照顧協議 其實前面劉律師有講到中華民國的 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他們線上有一個長照協議的 這個試算表 對非常好 然後他其實是帶著你一步一步 可以去想在這個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大家參考 對 然後像我們這邊 我也有處理過另外一個案例 然後也是這個媽媽是沒有錢的 那這個媽媽我們一開始幫她處理 是因為她因為生病的關係 所以呢 她必須要跟就是 造成她這樣生病的這個機構 去請求一筆賠償的費用等等的 就處理處理者 這個兒子就告訴我們說 她的爸爸對於她怎麼照顧這個媽媽 非常有意見 原來這個爸爸從小就拋棄 就是從結婚之後就拋棄了這個家 基本上都住在國外 沒有管這個家在做什麼 但是呢 現在媽媽發生了什麼問題 她就從國外飛回來 她要插手 她說我們不要請看護 那個我們可以自己照顧 然後呢 什麼什麼要不要吃 我們呢就是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兒子就覺得非常的氣憤 前我再出 媽媽我都平常親力親為照顧 那爸爸憑什麼要 借護 對 所以我們就幫她去申請了這個監護宣告 然後選監護人 那其實在法情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人倫悲劇啊 你就要看到父親跟兒子互相的攻擊 然後兒子說父親都沒有照顧家 父親說兒子對媽媽照顧不周等等的 那當然法官最後是判說是我們來照顧這個媽媽 只是他跟父親的關係也是有非常大的裂痕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推廣所謂的意定監護制度 就是在我們大家都還意識非常清楚的時候 身心健康的時候 對 你可以去選 你就在公正人面前公正來選說 未來當我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要由誰照顧我 我的財產要有誰管理 那我們就免去這一段法官要選誰的一個過程 大家的折磨啦 不然都互接蒼巴嘛 就說他不適合 他說你不適合 然後就把這個成年舊案什麼都拿出來翻一遍 對 重點是還可以自己決定 而不是法官幫你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常常說真的就是這些 應該說大家都會變老 那你要怎麼去安排老的時候的這些計畫 那真的很重要 不是等到你不得不安排的時候才來安排 例如說即將插管 即將可能要變成中風 或已經中風了 這個時候才來安排 應該是你還健康的時候 特別是你的精神還健康的時候 意識還很清楚的時候 趕快做這些的規劃跟準備 以免將來就會來不及 那就蠻遺憾的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其實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 我們再想想看 雖然現在是在過年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 可能在過年的期間或許是孤單的 或許希望晚輩可以回來 可是晚輩可能不在 我們自己針對未來自己可能的超高齡社會 或我們自己年紀大以後 應該怎麼去計畫我們未來的人生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應該要好好思考的 特別是在我們的意識上面 我們的精神上面 我們可能慢慢遇到了很多可能有失智的問題 或者是身體上面可能走不動了 可能這個身體上面開始出現狀況 我們怎麼樣去安排 讓我們老人的生活 不要說都要仰靠依賴晚輩 或自己能夠有辦法照顧自己 剛才有提到了很多 在這節目當中 希望對各位觀眾是有一些收益的 有一些收穫的 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非常謝謝我們兩位大律師 來跟各位分享 首先謝謝我們黃麗黃大律師 謝謝大家 還有我們魏正芬魏大律師 謝謝劉律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睿雲天 福氣綿綿 真的吧 好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我們每週六日播出的節目 在我們晚上八點鐘的靜天電視台 還有我們YouTube頻道上面的 靜天電視GOLDEN TV 看電視 學知識 律師的忠言 讓你受用一聲 我們下次見 掰掰